第1262章 洪荒之主 楼阁之前气氛诡异 那些来自天风海域各大势力的头头脑脑 却是在此时胆战心惊 特别是那些魏家的强者更是满脸煞白 那魏真的身体都是在此时有些颤抖 目光恐惧地望着林董 他怎么都想不到 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如今竟然是达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 以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翻手间就能将他们未夹抹除 然而林董仅仅只是瞥了他一眼 却丝毫没有找他麻烦的意思 当实力强盗到某种程度时 蝼蚁的挑衅自然是在难以让其有丝毫动怒 哈哈 林董小哥真是久仰大名了 那古家家主古统也是在此时回过神来 他压抑着心中的翻惊倒海 冲着林董露出一抹笑容 他见到林董能够对古梦奇良女打招呼 心中不紧不恼 反而是有着一种大喜涌上来 反正不管怎样 只要林董对他们古家不反感 那就是最好的 身为古家的家主他非常清楚 一名轮回境的巅峰强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虽然如今这武惠岛上强者云奇 几乎汇聚了天风海域十之八九的强者 但这在一位轮回境的巅峰强者眼中 却是丝毫不算什么 这是我爷爷 古家家主 古统 古梦奇轻声介绍道 见过古家家主了 林董冲着古筒抱拳一笑 对于古家他还算是有点好感 毕竟当年也算是帮了他的忙 虽然他不认识这古筒 古筒门言顿时连忙回忆一礼 他觉察到那些周围羡慕的目光 腰杆都是挺直立一些 能够结识这般朋友 对于他们古家而言 可是大有荣光啊 林董 你怎么来这里了 现在武惠岛可是很麻烦的 古焉忍不住地问道 武惠岛这情况 谁还敢主动跑来 受人之拓来保护塔中的那一位 林董笑着伸出手来 折着指远处的那座红荒塔 众人皆是一愣 红荒塔中的那一位 难道便是知道出屋 这能量光照的前辈吗 古梦气两女也是有些茫然 但不好多问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然后那漂亮毛子 突然看向了林董身后的 硬欢欢与清潭 两女皆是容貌出众 一个冰彻剔透 一个翘眉可爱 那等气质极为的不俗 这是硬欢欢 我们道宗的小师妹 这是舍妹清潭 林董见到他们的目光 一时笑着互相介绍了一下 硬欢欢与清潭 冲着两女微微一笑 而后硬欢欢那冰蓝色的美目 便是扫了林董一眼 那眼神有些梦名 仿佛是在说呀 你这修行之旅 艳福挺不浅的呀 林董觉察到他的目光 甘笑一声 然后将视线转向楼阁前的 那些天风海域的头头脑脑 说道 眼下这舞会岛是什么情况 你们应该也很清楚 想要保命的话 那就听我的话 可有意义 眼下这舞会岛之外 一谋数量庞大 林董想要顾得周全 这些人的力量 倒是可以动用一下 有了他们对付寻常一模 也是能够 省去他的一些精力 他目光扫视而开 那强大的气息压迫 也是笼罩开来 顿时让他众人心中一领 就连那三大洞亲的洞主 都是不敢心声反对 顾家主 你清算一下岛上的人数 而后各方势力 率领各方人马 组成阵法 一旦光照被迫 那便旋力相迎 林董灵力的目光 看向众人 淡淡地道 你们无法对付那些一模 我自会来收拾 但其他的寻常角色 就得交给你们了 大家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 我希望啊 能够连藏一条心 谁若是暗中耍手段 那我便只能先这些一模一步 将它清除了 听到林董这最后一句话 众人身体都是一斗 这才明白过来 眼前的人可不是什么擅长 林董小哥说的是 此事事关乎我们的性命 自然是不敢不尽力 那风动天的洞主连忙说道 欢欢 清潭 你们留在这里 帮忙看着 林董健壮 也是微微点头 玄机片头 对着硬欢欢和清潭两人说道 谷家虽然是五代家之一 但毕竟不是天风海域最强的势力 若是没有人帮衬的话 恐怕其他人也不服他们 硬欢欢两女点了点头 清潭更是美目淡淡一扫 她是黑暗之殿的殿主 对于这般事情再熟悉不过 林董说完也就不再停留 身体之上荧光一闪 便是出现在那洪荒塔之前 而后直接地冲进那洪荒塔最顶层之中 众人见到她 能够顺利地进入那洪荒塔最顶层 心中也是有些惊讶 但却不敢多说什么 各位 麻烦都整顿下部下吧 这一盘散沙实在太难看了一些 清潭见到林董进入洪荒塔 那俏眉的脸颊上的娇俏 则是缓缓收敛 玄计她小手于我 巨大的黑暗圣连闪现而出 连身划过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自天空之上浮现 当即心中倒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显然是没想到 这看上去娇修可爱的少女 竟然也是如此的恐怖 大家都快一点吧 我其实性子也不是很好的 到时候万一不小心把你们扫出了岛 林董哥会责备我的 清潭抱着黑暗圣连懒洋洋的道 是是 听得清潭这暗含威胁的声音 那些天风海域的各方首脑 顿时冷汗直流 急忙窜出来 开始整顿着自己的人马 生怕一不小心 招惹这随着林董一离开 便是瞬间变脸的小姑奶奶 隐浑浑望着道上闹腾的一幕 冰蓝的美目中 倒是并没有太大波动 只是望着那洪荒塔 喃喃自语 洪荒之主吗 当林董进入那洪荒塔最顶层时 映入眼中的是一片紫金海洋 紫金色的能量浑浩而狂暴 弥漫在这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林董望着这如海般的紫金能量 倒是微微一笑 当年他来到这洪荒塔时 仅仅只是撤取了一些 从这里泄露出去的紫金能量 便是让他受益匪浅 但以如今的眼光来看 却是少了太多的吸引力 林董视线 扫过这片紫金空间 而后身形一闪 迅速对着那中心地带而去 在那里 他感受到了一股 古老而强大的气息 在凝聚着 林董闪烁的身形 在数分钟便是停了下来 然后他便是目光有些惊异地 望向了前方 在那里 璀璨的紫金光芒见识而开 而那紫金光芒中心处 一道大约千丈庞大的巨人 正端然盘坐 那些如海般的紫金能量 正顺着他的呼吸 源源不断地钻进其身体当中 巨人身体呈现紫金颜色 他的皮肤显得极为粗糙 但那种粗糙之下 确实有着一种 无法形容的强悍 显然 这紫金巨人 便是那远古巴主之一的 洪荒之主 也是这世界上 肉体最为强大的人 洪荒之主 林董身体悬浮在 那紫金巨人前方 与其相比 他渺小得 犹如蝼蚁一般 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 厚热身体的强大 这令得他体内的 洪荒龙骨 都是忍不住地 发出风鸣之声 仿佛是 要与其一较高下 庞博浩瀚的紫金光芒 突然在那紫金巨人体内 席卷而出 而后 他那紧闭的巨木 也是缓缓睁开 两道紫金光滑 直接将林栋笼罩而进 随着他目光锁定林栋 一股强大的压迫 也是笼罩而来 惊天般的龙眼之声 突然自林栋体内 咆哮而出 面对着那种压迫 只见的林栋体内 同样是有着 耀眼的紫金光芒 席卷出来 而后 在其身后 化为千丈庞大的 紫金巨龙 洪荒龙 望着那紫金巨龙 巨人终是开口 有些差异的声音 犹如雷鸣 令得这片空间 都是瑟瑟发抖 在下林栋 见过洪荒之主 林栋冲着洪荒之主 一抱拳 朗声道 你便是林栋吗 林栋已经和我说过了 果然是有些不同之处 洪荒之主一笑 他的面目 看起来有些憨厚 但那紫金居墓当中 却时不时地 划过灵力之色 却又是将这种 憨厚破坏得淋漓尽致 林栋微微点头 他能够感觉到 这洪荒之主的强悍 不过 他气息有所质色 显然是还未曾彻底恢复的缘故 这一次 恐怕就要麻烦你了 我的伤势 正处于最关键的时期 只要再需要五天时间 便是能够彻底地恢复 不过我想 谋遇的那些家伙 不会让我轻易地恢复的 所以这五天内 我希望你能够镇守这岛屿 洪荒之主也是一抱拳 说道 既然受了严主的委托 我自然会 接近全力相互 林栋点点头 说道 原本谋与那些家伙 是绝查不到我的 但随着我伤势的 轴渐恢复 气息也是越来越大 这才令他们 探测到了我沉睡之地 洪荒之主 蹲了蹲 突然问道 小师妹也在吧 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林栋略作犹豫 还是点了点头 洪荒之主笑了笑 目光奇特地看了林栋一眼 但却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显然的 他也是知道 林栋与硬欢欢之间的事情 这一次必然会有着一位王殿显身 你能应付吗 林栋微微一笑 轻轻点头 以他现在的势力 只要来的不是那种 度过堪比 度过三次轮回节的王殿 他倒是不会再有丝毫的惧怕 既然如此 那此番便多谢相护了 洪荒之主盯着林栋 颇有深意的道 我也正想看看 小师妹看中的人 究竟有着多少能耐 都别 PewDiePie 在询成的前面 你会让他看中的人